从去年开始美国的房屋出售市场如火如荼 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火热程度 而且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2021年仍然会火热继续 在这一年当中又有哪些地区是最热门最受欢迎的呢 来看新闻的详细报道 在2020全美房屋出售出现了创纪录的560万套房 这是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美国房市进入4月份的传统购房季节 美国房屋市场的升温甚至更高 在新罕布什州的曼彻斯特纳舒尔大都市区 是北美最热门的市场 根据realtor.com的报告 3月从挂牌到成交的天数 比去年同期快10天 比全国其他地区快35天 第二热门的市场来自新罕布什州的康克德市 那里的一半以上的房屋从上市到成交 只花了20天不到的时间 3月份曼彻斯特纳舒尔地区房屋的中卫价挂牌为42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.4% 这两个地区都是靠近波士顿可负担的替代方案 3月份的挂牌中卫价格徘徊在70万美元左右 realtor.com的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黑尔表示 先寒布什州的市区位置就像许多小城镇或小城市 距离大城市不太远 人们之所以把目光投向这样的地区 是因为他们可以灵活地进行远程工作 反之对于买家而言 这是一个艰难的房地产市场 不过经济学家也表示 在未来他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卖家 以满足暂时找不到合适房屋买家的需求 目前排名前20的最火爆房市分别来自 加州 爱达河州 印第安纳州 马赛诸塞州 内华达州 新罕布什尔州 北卡罗来纳州 俄亥俄 华盛顿和威斯康星州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韩若宜 我们明天再会